我在西門町街坊的時候 那拍了那個街景 那大陸的網友看到了就會覺得 這是什麼三線小線城的那種 那種城市的樣貌 這還是台北市嗎 這我要補充一下啦 因為有一些那個台灣的博主啊 會被大陸人講到 他們有時候會生氣 他說我們這樣破爛又怎麼樣 就又怎麼樣嘛 就有時候網軍也會在裡面作梗 對 可是我這樣觀察下來 其實很多都是我們過去累積下來 說人家落後就人家實際來看 好像台灣也沒有多好 我們台北秩序為一個大城市嗎 那我們城市跟城市間可以比一比嗎 你去看看人家的這個大城市 我都不要說一線 你就在二線城市來看 人家基礎建設是多麼多麼的厲害 都市的整個市容 你要珍惜現在你還要覺得 大陸還有改進的地方的時間 你要珍惜 等你真的感覺到哇 你已經追不到的時候 真的那玻璃心不知道要稅多少塊 那個就是我們方方面面 沒有地方可以說的時候 就全面落後的時候 那其實就是蠻可悲的 我覺得只不玩喔 譬如說畢竟台灣有這麼多的說法 我們也發了陳色警戒 他們多數人給你的感覺是說 他們的確是一開始有害怕嗎 那他們為什麼會選擇要去大陸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家庭的教育啊 還有家庭的看媒體真的很重要 其實確實我有遇到有一些 來到大陸我訪問的人 他們可能家裡一開始就會很擔心他 很怕食安啊 怕因為那都是我們長年 我們聽到大陸的食品很可怕 或者這個產品很爛 大陸製的東西不好 那都是我們長年的印象 所以很多來到那的時候 就會跟我反饋是說 其實來了我反而我覺得 我知道什麼叫做方便 我真的我在大陸 你說我胖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啊 就是真的你在大陸 尤其你在休息 就是沒有跑行程的時候 你待在宿舍裡面 真的各個廢人沒兩樣 手機用一用就叫上來 像我那時候住的宿舍 是包裹送到門口 外賣也送到門口 我根本不用出門 我就每天很像一個鳥籠 我這樣看著外面 確實我就被關在集中營 但是自我關著 對就是想要休息嘛 確實就是這樣 那就是宅男 對宅男 然後我遇到很多人 都是跟我講同樣的話 當你在大陸 可能一開始你要辦卡 辦行動號碼那些 你一辦完以後 哇 好像就像玩遊戲一樣 整個就打開了 對 整個便利性就打開了 你如果沒有辦這些 那你會覺得很不方便 對 但是你辦開了超方便 而且我也遇到一個 很好玩的問題 很多台灣人來到大陸 腦袋突然都會當機 為什麼都忘了 其實大陸也可以付現金啊 大陸也可以付現金 很多人很可愛說 韓國人怎麼幫 我那個網路突然沒了怎麼辦 我現在在外面 你可以幫我嗎 我說大哥你有沒有帶現金 可以就付現金就好啊 他有帶現金嗎 現在好像去大陸也不會帶的 台灣人還是會帶 很可愛 我好久沒見過現金 對對對對對 大家那個人民幣很久沒看到了 對 所以很多不管年輕人來 那很多為什麼來咧 很簡單吧 第一 我多半問到可能就是 覺得兩岸很近 第二他可能看錄劇啊 看抖音啊 就想要來 然後想要吃美食 很多 那當然有一些還是會害怕 但是到了我有算過 但是到了兩三天以後 也跟我一樣 就生活很糗 就是很方便 去菜市場也是就掃碼 反正每天就是這樣躺著 然後就是用手機 然後叫東西 什麼菜都叫得到 他美團很方便 而且女孩子都有一個技能 怎樣 就是買包裹 對很多 那時候我們來有一些學生 女孩子學生 我那時候要去找他們 我要去採訪他們 就一到他們的宿舍門口 砰 一堆包裹堆在地板 他說他還沒拆 對 但是哇來到大陸 他就說怎麼那麼方便 他們才知道什麼叫做 這種互聯網的生活 對 那那個韓國人 您可不可以聊聊 你自己的這個經驗 你當初是為什麼選擇 就是去大陸發展 你的這個起心動念是什麼 其實我那時候去大陸的時候 就是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2021 2020的年底 對 我那時候為什麼去大陸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我覺得台灣的媒體那時候 有一直想要藉由 疫情 尤其報導大陸 現在也還是都在幹同樣的事 就是他們當時在疫情報導大陸 好像哪裡很慘 好像又要崩潰了之類 我那時候就想說真的有那麼糟嗎 真的有那麼不好嗎 我就想說我親自去拍 其實我回想起來的時候 那個想法還蠻偉大的 我現在應該蠻不容易的 因為我一去 你是第零波 第零波去大陸 對 等於我一去我是隔離14天的 我是在上海的 一家這個在F1賽車場附近的一個酒店 我都還記得 然後每天看著對面的那個必勝客 就是看著Pizza店 每天看著那個 好想叫Pizza 對 14天 我們不能叫外賣 對對對 那個時候不能叫外賣 早上就放一個餐盒在那 可以買包裹 可以買那種乾的 他幫你收包裹 對 可以叫什麼水果用品那些吧 可以水果用品 對可以 就是你用包裹的方式 但是外賣可以送 送到你手上也涼了 對 你就當包裹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在那隔離 然後真的實際體驗大陸的這個 疫情生活 整整到解封 我真的是體驗過 而且我那時候我也看到台灣的媒體 不管怎麼講 我那時候在大陸 其實大家還是過一樣的生活 但是就是不容易是什麼 不容易是因為大陸人口太多 那時候他們比較嚴格管控 就是有一個人確診 可能這個小區 可能大家都要一起就是隔離觀察 對 那個是比較辛苦的 但是我個人覺得其他倒是都還好 然後我就覺得那時候一去 就只是想說待個兩三個月 我想要拍最真實 就一待 待到現在 不是就上癮啊 為什麼 因為以一個YouTuber 我本來是聊實證嘛 就是有點像是評論員嘛 我後來把自己定義為就是實證旅遊博主 我也是耶 對不對 實證旅遊博主 我也愛去 現在新的一塊對不對 因為為什麼 因為當譬如說 之前某位民進黨的人說 大陸的高鐵沒靠背 我就馬上去拍啦對不對 是 對 馬上去拍 那時候中天也還 有給我拿影片去用吧 對不對 直接去拍 直接這樣 然後順便旅遊 是 所以你今天怎麼照耀大陸 就像這幾天 又在說 大陸都沒有外國人 蛤 猛綠媒說的啦 蛤 哪一家 我的媽 大陸沒有外國人 他說大陸沒有外國遊客 他說為什麼大家 為什麼外國遊客都不去大陸 製作人幫我查一下 哪位天才講的 好想把他查出來 怎麼會外國人不去大陸 天啊 某什麼 立正站好的 對對對 他們就寫這個 那我就剛好怎麼樣 我就到時去上海 打包他們的臉 你知道我那時候前陣子去上海 滿坑滿谷都是 當然啊 都是外國人 是啊 對啊 我就想拿來你到底是哪個 哪個腦袋 連很多人都在罵他們 活在什麼世界 對 所以我就 我就 我就剛好掌握到他們在胡說八道啊 我也剛好去旅遊 然後他們也說 大陸現在商場沒人啊 經濟蕭條很慘啊 那我剛剛去哪裡 我剛剛直接去東區拍啊 我們以前覺得 台北市東區 對啊 三點啊 我去拍了一下 大家根本沒什麼人啊 真的真的 因為我在東區長大的 對不對 那捷克那我想問 如果東區現在都沒什麼人 如果我說這是大陸 然後說很慘 怎麼樣很經濟完了 他們就是這樣在報導大陸的啊 那同樣的我回來台灣 我去購物中心百貨 也很多都沒有人啊 那怎麼辦 對不對 其實我常常在這個街訪嘛 那我在西門町街訪的時候 那拍了那個街景 那大陸的網友看到了就會覺得 這是什麼三線小線城的那種城市的樣子 可是可是我這個我要 這還是台北市嗎 這我要補充一下啦 那是因為我們早年台灣人覺得大陸落後 所以大陸人早年就會對於台灣會有滿滿的期待 就會覺得台灣應該是很先進很進步的地方 結果我隨著早年的這個開放嘛 就是馬英九時代的那一波旅客來了 這真的是我想像中那個很進步的台灣 所以才開始有這個眼鏡 因為有一些那個台灣的國主啊 會被大陸人講到他們有時候會生氣 他說啊 我們這樣破爛又怎麼樣 就又怎麼樣嘛 就有時候網軍也會在裡面作梗 對 可是我這樣觀察下來 其實很多都是我們過去累積下來 說人家落後結果人家實際來看 好像台灣也沒有多好 對 才開始會有的論述 我覺得其實這個也是兩岸要交流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我們台灣人應該要去大陸看看 尤其是他們的這個大城市看看 因為如果說 比如說我們台北自詩為一個大城市嘛 那我們城市跟城市間可以比一比嘛 你去看看人家的這個大城市 我都不要說一線 你就在二線城市來看 人家基礎建設是多麼多麼的厲害 都市的整個市容 跟台北現在來比 那真的台北感覺起來就是一個很破舊的樣子 你有機會可以看我那個影片 我真的在深圳啊 親自嘗試用空拍機送外賣 我真的 喔 深圳有空拍機送外賣 就空拍 那個叫什麼 無人機送外賣 無人機 真的我親自在那公園 它就是野餐嘛 然後可以叫一些那種樹 無人機送 那送完以後呢 它自己飛走是不是 它就是一個 它就是一台很大的一個機器 然後無人機降落 然後它下面有用一盒箱包裹的 然後它就下來了 然後你一輸入完你的這個號碼 以後拿起來 然後它旁邊有個回收箱 然後你就把上面的包裹盒放在回收箱 裡面就有你叫的品項 這個你在野餐的時候 在外面野餐的時候可以叫那個 對 很多人都在那野餐啊 藏鮮啊 你不管你在那個山頂裡面 還是在草原上面就怎樣 反正它就給你送過來了 對啊對啊 我就覺得 好酷喔 很特別的生活 當然啦 我覺得是說 現在有些台灣朋友還是會覺得 去大陸 可能還是覺得 大陸還沒有 還有一些地方沒有很好 其實我都跟那些人講啊 你要珍惜現在你還有覺得 大陸還有改進的地方的時間啊 你要珍惜啊 等你真的感覺到哇 你已經追不到的時候啊 真的那玻璃心不知道要睡多少塊了 那個我們方方面面 那個就是我們方方面面 沒有地方可以說的時候 就全面落後的時候 那其實就是蠻可悲的 我覺得不晚喔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 呵護前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曬凝露